大家好,我是向老闆 我的频道主要讲旅游跟生活相关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也是旅游生活的爱好者 记得一调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分享我的影片 今天的向老闆爱开箱是2020年的第一次开箱 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呢? 登登!就是这个超商福袋 向老闆从去年看到今年 我终于忍不住的把它买下来 因为我想知道这个超商福袋里面到底有什么 到底我花的钱跟里面得到的东西有没有相符 这个是全家便利商店的福袋 价格是199块 刚才经过超商的时候呢 看到柜台上我两个福袋我就忍不住了 拿了一个 今天的这个福袋开箱呢 有可能是向老闆最短的开箱 因为可能一下子就结束了 如果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我真的生气 那另外呢,我们要做完整的调查 到底我里面拿到的东西跟超商买的价格呢 到底有没有相符 如果没有相符会翻脸 如果呢,里面的东西呢,物超所值 那我就推荐你一起去买 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看看 图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打开了 第一个 它有新桂派 浓郁花生这样的新桂派 新桂派算是一个安全派 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所以我觉得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我想这也是为了过年呢,特别设计的包装 Doritos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 安全派 再还有什么 科学面 科学面王子面呢 无态会有人不喜欢 查理王台式绿茶 台式绿茶我就不确定 因为我本人不太喝茶 我喝茶会睡不着 拿起来有重量 应该就是这个台式绿茶造成的 现在开箱呢 里面已经有四样商品了 东西呢 还没拿完 这是什么 哦 然后就是那个贯寶卷心饼 诶居然会有这个东西耶 这个超乎我意料之外 卷心饼里面有起司 因为蛮多人吃的啦 再来 哦 鲜渣果 我就称它为杂牌的鲜渣果 鲜渣果也是挺喜气痒痒的 过年的时候容易吃到这个东西 然后酸酸甜甜 我觉得这也是安全牌 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 哦 孔雀饼干迷你包 这个超商没有在卖吧 这根本不知道多少钱 科学面有两包 感觉这应该是跟统一合作的 因为统一的商品特别是多 但它不是全家分裂商店 统一不是7&A的那吗 哦 还有一个 Snakers Snakers我觉得也算是安全牌 尤其当你肚子饿的时候 真的吃一条会直肌肉 最后面还有个什么 哦 陶瓷吸水杯垫 感觉很不容易打开 没关系我等会也最后再开 这个就普通 好里面已经空了 但这边呢 还有订了一张红包 跟一个折价券 哦不是折价券 哦是说明 它有蛮多奖品的 我最想抽到 它有汽车耶 UX200 但因为我已经有车了 然后我只有一个车位 所以我没有想到第二台车 如果给我下谱60寸的一间电视 iPhone 11 我觉得iPhone 11也还好 因为我也有iPhone 我好想要这个星际大赛的光剑 或者一台Switch也可以 虽然向老板已经有Switch 但Switch有两台呢 应该玩起来更好玩 所以它是一个简单的说明说 你可以猜他们的抽奖 最后我要打开这个红包 里面不知道是什么 它有说 头奖是需要输入序号的 2到20奖是立即开奖 明切会顾 因为2到20奖呢 就是我心目中想要的 我一个都没有拿到 所以我只能用头奖序号去抽汽车 另外的话 它有一个叫做一页的优惠券 就是如果你买这个服带的话 你可以享受KKBOX PRIME 14日的体验 如果是Spotify的话 新会员体验时间更长 或者是Apple Music YouTube Music 你可以免费体验一个月 这个才体验14天太短了 任意UNT商品箱85折 UNT是什么东西啊 总之anyway 我没有抽到 全家的服带开箱就是这样 现在呢我就要去楼下的全家便利商店 去查看这些东西 全部夾起来到底多少钱 大家看到刚才邵老板辛苦的去寻完价的结果之后呢 我发现超商的并没有卖新贵派五入 但是呢 为何在Watson是查到 五入是35块 我把钱全部加起来之后呢 这边所有东西加起来总价 225块 这一包呢 199块 所以不管你会没有中奖 这个服带呢 都是划算的 如果呢 你要跟这个超市或是大卖场的价格比呢 当然是没的比啦 好了可能去超市或大卖场买更便宜 重点还有 抽奖券 可以抽到switch 各位如果没有机会 抽到switch跟光剑 一定要在下面跟向老板留言 让我知道你有多幸运 全部呢 有80万个服带 我加到第17奖 然后就是那个 AirPods 刚好是58个商品是向老板想要的 就80万呢 要抽58个商品 中奖机率 非常的低 1万包服带呢 就可能有机会呢 抽到里面的商品 所以过年的时候呢 不如买一个服带 当礼品 我觉得 蛮有新意的 过年大家还可以 边打牌 边打开服带 边吃零食 如果又中奖 就被你赚到了 今天服带开箱到这边 希望2020年 大家继续支持向老板 那我们就到这边咯 拜拜